昨天的话也是遇到了个吕粉丝啊 送了咱们一束花 但是不好意思出镜 我就没有拍 看看还是蛮漂亮的啊 人生第一次收到花 也蛮激动的啊 昨天的话给这个车辆检查了一下 发现有好几处地方需要维修啊 首先就是左侧的这个门打不开了 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开口太大了 还有前车的这个灯光也坏了 右侧的门也坏了 然后这个空调呢 好像也坏了 滋啦滋啦的响啊 所以打算这个明天呢 给这个车修一下 今天的话就不修车了 今天要给这个车里面 给它收拾一下 因为之前下了有一个星期的大暴雨 潮湿的非常的厉害 很多的地方啊 都回潮了脏兮兮的 不忍之事 所以我就把这个车开到宾馆的门口了 在他家接了点水 今天用这个水啊 给车里面洗一洗 看看后面这一罐 也是非常非常的脏了啊 我加了一点洗洁精 整了点毛巾 咱们准备给它擦一下啊 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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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窗帘了 审车的时候这个窗帘肯定得卸下来 它这上面有个环啊 如果咱们帮这个环给取下来 上面这个东西不拆下来 它审车能不能过呢 我也不清楚啊 只能说试一下了 如果过不了的话得买新的了 老花有一个东西抵住了 我用勺子给它撬开了 然后直接拽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全都被我拆下来了 省了80块钱 以后从这个边上卡进去 还是能装得上的啊 今天就不修车了 这下面水汪汪的 给这个车门打开 让它亮一亮啊 这会是大中午了 咱们去搞一点吃的 顺便打听一下 附近哪有修车的地方 看看这个价格怎么样 明天给车整一整就可以了 昨天的话吃的是螺蛳粉啊 咱今天吃点啥呢 我感觉了爬鸡味道还可以 咱们再去整一点炸的东西吃啊 到地方了 就我一个人啊 点了可乐 鸡排 然后薯条 还有一个小鸡腿啊 开吃了